在我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会提醒很多朋友 我说我们看待这世界上 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角度去看它 因为黑跟白中间有很多的回接 凡是我们在思考事情 或决定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要有一个 前提跟背景的思考 这样的说法在观念上很正确 但是很多人在想 在碰到自己的真实生命情境当中 可能是因为我们传统教育的根深蒂固吧 还是很容易就直接的掉入要找答案 而不是去思考这个问题合不合理 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 我最近刚好读到一本书 叫做《哲学大爆炸》 它里面有一段对话 就是有一个人跟逻辑学家的对话 我觉得还蛮能够呼应这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现在的生命里面 你常常很困扰于找不到答案 特别是对于自己的人生 对于自己的生涯觉得很困扰 那或许这一段对话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 这个对话是这样 有两个人叫做乔治跟艾迪他们是朋友 有一天艾迪他顺手牵羊 偷了东西 那这个店主就问乔治 艾迪有没有偷东西 而乔治心中就有了拉扯 他一方面想要忠于朋友 但另一方面也想要忠于自己的是非观念 所以呢乔治就把这个困境跟一个逻辑学家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想要探讨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逻辑学家听完乔治的描述之后 就跟他说 你卡在困境里了对吧 乔治就回答说 对啊 你是逻辑学家耶 你能不能帮我 逻辑学家回答 嗯 我们首先来定义你的问题 你认为人应该告发犯罪者 这样的信念是真的吗 乔治说 当然是真的啊 那逻辑学家再问 那你是否认为人应该要保护他的朋友 这个信念是不是也是真的呢 乔治说 肯定是嘛 逻辑学家继续问 可是既然艾迪是你的朋友 而他又是一个犯了罪的人 你同时相信乔治应该告发艾迪 跟乔治应该保护艾迪 这两个信念 而且这两个信念是矛盾的对吧 乔治就说 对啊 你说出来了 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逻辑学家说 请你定义你的条件 检验你的前提 犯罪到底是什么 乔治说 犯罪就是触犯法律嘛 那逻辑学家继续往下推 人应该要告发犯罪者 真的是这样吗 要是你在纳粹德国 你有个朋友触犯法律 藏匿犹太人 你认为应该要告发他吗 乔治说 当然不行啊 逻辑学家就顺腾摸瓜继续说 那么人应该要告发犯罪者 这样的信念就不是真的嘛 所以你可以保护你的朋友 又还是个好人 这个矛盾是不是就解决了 乔治松了一口气说 谢谢你逻辑学家 当然了 这段对话要告诉你的 并不是说 乔治要隐瞒他朋友的罪行 这样的观念是对的 甚至于这段对话 不是要告诉你怎样是对的 因为啊 逻辑学家也可能换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如果你的朋友 他是纳粹 你应该保护他吗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吗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哦 为什么我们说 千万不要用非黑即白的角度去思考 因为非黑即白会让我们 很容易的过分简化问题 每一个问题的发生 都有他的前提跟背景 在什么样的前提底下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判断 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 可以有怎么样不同的处置 就像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 可能你不想要父母亲 帮你安排的路 然而你自己 找寻你自己可以发挥的地方 你就真的有把握 你想要做的事情 一定是你热爱的吗 是不是常常有时候 我们也会很多的矛盾跟纠结 要嘛呢 就是抱怨 这个世界没有给你机会 要嘛就是当机会来了 你又不敢选择 又或者是当机会一大堆的时候 你不知道选哪一个 再不然就是抱怨 这个世界没有给你任何机会 然而你也没有做额外的努力 所以呢 我常常觉得哦 一个人的成长跟成熟 最具体的特征 就是他开始 不是用非黑即白的角度 在想事情 他会把任何事情 都还原到他的前提跟背景 在你听到录音的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快要过农历年了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这就是一个除旧不新的时节 接下来新的一年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 你过去每一年的延伸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今年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然而这种新年新希望哦 我们常常会很急匆匆的 帮自己设定目标 可是今天呢 我想要鼓励你哦 无论你想要走去哪里 你问自己 你的前提跟背景是什么 什么是你真正的喜欢 什么是你真正的热爱 这些问题很大 可能我在这边捅了马蜂窝 你也可能会不太舒服 然而如果你想要未来 过一个更好的人生 此刻的你 正是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所以回到你的人生 什么是你最在乎的 谈到这里哦 就让我想到我的线上课程 过好人生学理 里面的最后一讲 人生罗盘的定位 知道自己在生命的各个层面 真正需要也想要的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你做任何生涯决定的最大前提 所以咯 如果在这个时间 你听到这一段内容 我希望你不要太快的 急匆匆的 要为自己做任何的决定 觉得我今年一定要怎么样 或一定不要怎么样 是不是花一点时间 把自己真正要的 好好的厘清 然而如果你不知道从何开始 或许我的线上课程 过好人生学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在你听到这一段录音的时候 我们过好人生学 1399的优惠 也即将要在1月31号的 晚上12点就截止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参与这一门课 欢迎的加入 然而不管你是不是会加入 过好人生学 我都很希望你能够跳脱出 非黑即白的想法 过上一个更自在 更美好的人生 在此由衷地祝福你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们制作的内容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身旁的好朋友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开通了Podcast 所以无论你是用苹果 还是Android的手机 里面都有内建的Podcast 你都可以订阅我们 然而如果你对于 七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尤其是今天提到的 过好人生学 这一门线上课程的优惠 即将在1月31号的晚上12点截止 期盼你能够把握 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学习 一起前进 今天的内容就跟你分享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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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